欢迎收看小高 说到中国足球的第一大流量 其实现役球星应该挺惭愧了 因为哪怕他们是现役的 但是说到关注度和曝光度 他们都不如足球名宿范志毅 哪怕退役多年 凭借着自己的敢说话 真性情 范志毅一直都是中国足球的代表 这几年 在各大综艺节目上 范志毅更是把自己客串嘉宾的身份 变成了常驻嘉宾 这其中的改变有多大呢 此前的范志毅一直在恩施 徐根宝的训练基地负责清训 那时候的范志毅 可能还渴望的执教中超 或者中甲的球队 可是当范志毅在综艺完赚之后 一年收入至少上千万的时候 哪怕中甲的辽宁铁人送出橄榄枝 官宣范志毅担任主教练 范志毅也是迅速辟谣 原因也是很简单 因为范志毅根本没有时间 当专职教练 错过了辽宁铁人主教练的岗位 不过有一个球队主教练的岗位 却是范志毅一直期待的 而且这个岗位 也是因为范志毅 一直在上海足球 努力奔波才得到的岗位 那就是老甲A球队 上海老科乐明星队 近期 上海老科乐明星队 和广州明星队 进行了老甲A联赛的比赛 而在这一次的比赛中 范志毅担任了上海老科乐明星队的主教练 肖战波担任了这支球队的队长 虽然对于执教中超 或者中甲球队没有太多的兴趣 可是 对于上海老科乐明星队主教练的工作 范志毅还是非常的认真的 在比赛前的更衣室里面 范志毅很认真地给这些足球名宿布置战术 并且强调了场上的要求 在比赛中 范志毅在场边一脸严肃的样子更是很少见 范志毅的这一面反而让很多球迷期待范志毅能够回归职业足球 能够担任中超或者中甲球队主教练 因为看范志毅的架势 真的是有机会成长为一个不错的主教练 只可惜的是 如今综艺的高收入 让范志毅并不想当全职的教练 上任上海老科乐明星队的主教练的岗位 范志毅更多是为了情怀和上海足球圈的地位 要知道在众星云级的上海老科乐明星队能够担任主教练 这也说明了 大家对于范志毅这些年 对于上海足球坚持努力的最好肯定 主教练的岗位也是对于范志毅最好的回报 我们也期待未来范志毅指导能够去挑战更高舞台的岗位 是的 那么 和参与